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兰花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叶份下旬 那么在气温局势回升的情况下,我们都要给兰花进行更换盆土 就有花友问了旧极六还可以再次使用吗? 其实这些旧极六我们只要经过处理之后就可以给它再次使用 处理兰花极六的方法有三种 那么是哪三种方法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种方法也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使用这种多菌磷 给它湿湿水浸泡杀菌 第二种方法也就是最古老的方法 就是给它在太阳底下暴晒 当我们把这些兰花极六暴晒的时候 光照一定要强烈才能完全的把极六里面的一些续菌完全杀灭 像现在早春的光照没有那么强烈 是不能够完全的把极六里面的一些续菌霉菌完全的杀灭 像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 首先就是给它使用一些杀菌药浸泡 像我这些兰花极六都是给它使用这种二霉菱 这种杀菌药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绿色环保 而且又是低毒的 它是针对性的针对这种极六进行杀菌杀霉 这样我们的极六经过浸泡再给它在太阳底下暴晒二次杀菌 这样最有效的完全把续菌霉菌给杀灭 再后去养护这个兰花就比较轻松了 不容易引起一些根式腐烂或者是出现一些禁腐病之类的 因为兰花是最害怕出现良腐病的 所以为了防止良腐的发生 我们在极六里面给它做好功夫 这样的话再后去养护兰花也就轻松多了 第三种方法也就是把极六放在微波炉里面 给它进行高温杀菌 这种方法几乎是没有人采取的 当我们的旧极六已经经过了杀菌杀毒 再给它换泡一些新的极六栽种 这样对兰花的根式更好的生长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